继中共解放军连续表态要力挺党中央 政法委系统下的武警 4月12号也公开要坚决拥护党中央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周永康失势的强烈信号 而且很有可能在18大之前 胡温就会拿下周永康 解放军报的网站首页 4月12号刊登了几个大字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典经内文同样是这两天来一成不变的论调 坚决拥护党中央 并宣称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意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是王立军事件爆发两个月以来 首次见到武警向党中央表态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这是周永康失势的信号 我们已经看到军队一直在表态 而武警一直没有动静 那么在薄熙来被胡温公开拿下的 今天是第二天 武警开始表态 一定是这是一个周永康失势的信号 薄熙来彻底落马后 部分有官方支持 专门用来在海外放风的媒体 开始把焦点从薄熙来转向了周永康 大量曝光周永康的丑闻 显示周永康的地位确实不保 在以前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媒体爆出的薄熙来的一些负面的消息 其实是他们中共高层已经做出了对薄熙来处理的决定 他们知道了消息 所以说他们就先放出了薄熙来实施的消息 那么很奇怪的是 从昨天开始放出了大量周永康的负面的消息 我感觉中共高层已经做出了对周永康处理的决定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不是在18大前了 而是周永康现在已经落马 夏小强分析 胡温现在只是在考量 要以什么方式处置周永康 而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表示 依照媒体放风的程度 周永康很有可能在18大前就会落马 那么你想他如果要是要想让这个周永康软招路的话 他用不着抛这些材料 到时候因为周永康本来任期就到了 到了你就下台了 关于周永康他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再抛出来 那既然要再抛出来 那他就是不打算让周永康软招路 周永康是政治局九个常委中 力挺薄熙来的唯一一人 他多年来利用政法委书记的权力 不遗余力迫害人权 多年来中国民间就不断的呼吁 要求取消政法委 新唐人记者唐宇长春采访报道